鐵飯碗風水 讓你穩定收入 風水 一直接著這樣是水 比較多三 所以有好的 大小是這麼多 那邊也是一個 太好了 現在我們已經端到 半碗的鐵飯碗 單位中精心打造 事業鐵飯碗風水 讓你不必再為錢煩惱 我要再出很糟了 還有很糟 你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會幫助女性 有這個除了很好的 那方面生活之外 我們都 找得貴子 兩年內一定有喜事飯 大展規言 對 兩年後再通過這段 我對我說的話負責任 王立仁兩年內必定找到 愛情鐵飯碗 到底是何種桃花折菊 在幫忙呢 是的 沈姐又來了 是的 今天還有一個小沈姐 對 是的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 不斷地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或者是傳真問我們很多風水上面的問題 我們必須耐著性子 當然 非常謝謝大家的問題 而且很關心風水 譬如說中立的王小姐她問說 她問說 這個禁門的柴位是在第幾度角呢 上面有冷氣有涼 可以嗎 Ema 請問一下 禁門的柴位是在第幾度角呢 45度 大聲一點 第四 第四 45度角 你看看 神準妹妹都知道了 再來台南裡先生問說 可不可以 在擺花的飾品上面來招逃花 但是擺一些假花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還有例如是這個男頭的 醋別玲太太 她問說 這個沙發後面如果沒有靠 是不是不好呢 是 所以基本上這個問題 我們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不斷地反覆地在解答 但是還是很多的觀眾朋友 可能搞不太清楚 不要誤會我們沒有生氣 我們也沒有不耐煩 希望你們繼續來信 那當然我們今天呢 詹老師真的很忙 所以我們就請到 純純小妹妹 對啊 小純純 詹老師你有碰嗎 還小嘛 對 要多學一下啦 好不好 我們叫詹老師好 沒有關係 詹老師 因為真的很多觀眾朋友們 非常重視風水 而且看我們節目呢 其實有時候老實說 真的是一知半解 還是有一些問題不透徹 所以可不可以再 很有耐心地告訴他們 其實在風水裡頭 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一般在看電視 我們所主持的節目裡面 都是屬於 它影響在60%到70% 其次為個人量身打造的 我們稱它為 我們說的叫做 再加上如果配合流年的話 叫做 除此之外 我們可能想更加加分地 我們就稱為 我們所說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 素食的開運方法 大家能夠 藉由這個節目 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鐵飯碗風水 鐵飯碗 我知道 就坐牢吃的那種鐵飯碗 不是 鐵飯碗就是 例如就是有固定的 韓國人 薪水 然後都固定的運勢 它非常地穩定就是鐵飯碗 怎麼樣摔都摔不破 經濟不景氣 每個人都嚮往有穩定的收入 詹老師將會傳授鐵飯碗風水 讓你有穩定的運勢來源 到底是哪種完美格局 可以不間斷地輸送好運勢呢 而王立仁頂著高學歷的頭銜 進入演藝圈 但他家糟糕的風水 卻掩蓋過他的光芒 沒錯 今天要將居家常見的風水殺氣 徹底做個總整理 讓你不再對風水疑問散不知 其實只要注意幾個大原則 就能夠掌握愛情 以及你的事業鐵飯碗 光講這個財位 我想兩位美麗的主持人 一看就知道了 進門45度下 回答剛剛王太太 45度 對 我們來看一下 沒錯啊 房東說這個45度是財位 所以一定要擺樹 有樹 有樹 有冷氣 你看 那個財神要走到你的財位這樣 走進去嗎 你家是有在開逛大家來看風景嗎 怎麼有一種看台區的感覺 對啊 相信大家要進去好困難重重喔 而且我喜歡辦公的時候看窗外 因為我寫東西的時候 我需要看到藍天白雲和鳥 和鳥 哪裡有鳥 有的時候天氣好的時候 會看到鳥在外面飛到 對面是有看到一個婚宴廣場 你是有在出租辦公座位嗎 為什麼這裡這麼多辦公座位 一個是我媽的 那是多餘的 對 老師 那它才會這個 沒有 才會這個樹可以嗎 基本上 正才會 沒法得到 很好的一個改變的情況之下 好 這邊有剎 你看看 水啦 柴衛軟造造 兵器軟造 我們說過這個 財運的鐵飯碗 就要手中這個我們所做的柴衛 對不對 你看它的柴衛45度這樣 角度是沒有錯 但第一個 已經沒有辦法 建窗 叫做錢財外露 對不對 錢財外露 第二個 遇到冷氣無法長風那氣 冷氣 第三個又遇到量跟柱 代表我們說的 這個 第四個最不應該的就是我們說的 雜物橫生 雜物橫生 把柴衛當成除藏室 除藏室 不用對不對 進門的45度角 就是我們所謂的名財衛 但這個吃慘落魄的財衛 不但見窗 還擺放冷氣 更慘的是上方又涼 且又凌亂 可以說是最經典的爛財衛 最好收過整理 擺放驚動 以藏風那氣 才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而既然阻財衛這麼糟糕 那它的次財衛 也就顯得重要了 當這個財衛已經產生危機的時候 我們只能配而求其次的 找刺財衛 在哪兒 在哪裡 在這邊 你看看 可是這邊也要亂 你說麻將桌嗎 這裡 這裡更可怕的是 不是有這 這邊其實是刺財衛 我們盡量不要移動冷氣 大型頭 或是我們說的打門 改牆之類的 是 這個地方 這個辦公桌是不是它的工作 賺錢的地方 是 每天要面對這個鑄刀 叫做抬頭劍刀 抬頭劍刀 就算你賺了錢 也是身體百病 身體百病 今天我們把這個桌子 移到那邊去 移到那邊 面向我們的客廳也好 面向客廳 這裡也好 把那個盆栽移到這一邊來 那麼這個盆栽可以化解這個 我們所做的鑄刀 也能夠產生一個生氣盎然 生意盎然 綠意盎然的 無限生氣的採位 可是等一下老師 它如果書桌弄到這一邊 它這樣背不是對門嗎 所以我剛剛說過了 第一個把煞化解掉 第二個退而求其次 如果這個地方放書桌 放這兒 後面雖然有窗對不對 這個窗這邊擺一點盆栽 或是用霧面的貼紙 把這個透明的做一個遮蔽 就算那個霧面 那麼後有靠 前有圓景 對 也是比那邊好太多 那邊是抬頭劍刀 而且入其宅落 就是妳擺太多 妳那麼多隱子要幹嘛 就是妳的動線已經不順了 每當搬來 這些東西都還沒有想到 妳也知道家裡小很麻煩 好 請問一下妳搬來這裡多久了 三個月 三個月 叫剛搬來 不是啊 妳知道三個月妳少賺多少錢嗎 對 如果跟妳講說妳搬完 明天馬上就是 會接到一個一百萬的代言 妳要不要搬 當然要囉 是 老師等一下留下來幫我搬一下 好 老師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有人真的沒那麼幸運 像麗人一樣有次才會可以選擇 他就只有一個組才位 然後還是這樣亂七八糟 有涼有冷氣 沒辦法改那怎麼辦 不好意思 我們通常利用造山的方式 造山 製造一個我們說的隔間 隔牆的方式來製造才位 如果在沒有這個冷氣機的情況之下 沒有這個開窗的這個風口 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所謂 也就是沒有這種氣 直接影響到我們製氣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三個方式來解決 譬如我們說這裡放這個 鋼 鋼鋼 用這個製造水的揮發跟蒸發 叫氣域風澤散 借水氣質 這種的方式會有長風鈉氣的作用 又有美觀的作用 那包括我們說的實來運轉 它的水會越來越少 因為它有長風鈉氣的作用 是在沒有窗跟冷氣的情況下 可以放這些東西 第三個就是用盆栽的方式 去行除上 讓屋外的人不要看到我們的柴位 我們的柴不要外露 這種是在沒有強風破壞柴位的情況之下 但是今天這個冷氣一吹 就氣得閃了 這時候我們就要用盆栽了 什麼 就是這裡放一個 我們說高一吋為三 不是 不是這個東西 是這個位置 不是 高一吋為三 低一吋為水 高一吋為羊 低一吋為陰 在高於這個 我們所說的窗台的高度以上 包括我們說座位以上 這裡放一個 金洞或石頭 或是瑪瑙金洞都可以 一舉三得 一 長風那氣 二 防止這個後面的氣破壞 再來 以這個做為它的靠山 也有靠 坐在這個沙發的人後面有個靠山 你不要看它這樣小小的喔 我們就為死敢當啦 包括最像是巨山在擋在後面的意思 一舉三得 那如果說 有的人家境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 我沒有辦法馬上去買到金洞 是 那有沒有別的辦法 當然啦我們說 在風水頭 一直坐著叫做水 櫃子叫做山 所以有好的櫃子 大小適中的櫃子 放在這邊 也是一個 移山倒海製造鐵飯碗風水的方法之一 太好了啦 像我們已經端到半碗的鐵飯碗了 對啊 那另外半碗呢 有的人喔 畢竟做事情不是很仔細 能力不是很強 但是他有很好的靠山 對 所以今天從居家的風水 我們來幫他造靠山 好 來 好 就是像之前有一個廣告啦 他的姊姊 還有姊姊的老公什麼什麼叔叔 就是他很有人照就對了 對 對 那我們如果沒有人照 我們就要自己考證照 對 像我們 什麼 真的嗎 你先生有拿照 沒有啦 就是有參照的執照總是比較好找工作啊 對 那我們沒人照怎麼辦呢 而且我們來到這裡要幹嘛 看風水 我們坐的背後是不是有靠山 那今天很多人在我提示說 到底哪一個沙發椅才叫做真正的靠山 有的靠到底有沒有山 你看這兩個座椅有沒有 好 我們坐一下 來 譬如說我這裡 這邊啊 這邊後面有靠啊 基本上風水頭有沒有 三人坐的 比二人坐的 比一人坐的還要重要 那叫做主座位 就是大吃小嗎 對 他的背後有牆壁坐依靠 是加分的 對 如果有畫一個山水畫在後面的話 更好 因為糖為客廳 糖要大代表這是富貴人家 光這麼小還不夠 如果加個山水畫 代表無遠弗見 代表這個糖是比別人打 所以手繪的 加上開運的山水畫掛在後面 你知道有靠都有山 又能夠頂那個樑 那麼就是絕對加分 所以中國人把山水畫畫得淋漓盡次 就是為自己的公水洋宅造山造水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 那很多人會問 妳問問那給我自己講 我來問 就是說有一些沙發它是L型的 或者是旁邊也有一個座位 或者是什麼貴妃椅放在兩邊 那兩邊都沒有靠啊 對啊 算貴妃椅通常都不會有靠啊 不可能一個家裡面沙發三張都有靠 沒錯 這個時候礙於現實環境的關係 像這個就沒有依靠的情況之下 重點來了 爸爸在教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在招待賓客的時候 一個大的原則就是 我們一定要找有靠的座位 主人啦 對 一定要找有靠的座位 去交談 去聯誼 去溝通 都是一個功無不勝 戰無不克的一個最好位置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是 居家環境的靠山跟談判的靠山 所以如果今天想要談判 得到一個勝利的話 我就是要坐這個位置 對 那你坐那個位置你就慢慢的虛掉 就是客人坐這個位置 所以我都一直都很弱 你就等一下就剩下一件衣服這樣 很煙消雲戰 煙消雲戰 煙灰灰妹 所以她這個還OK嘛 因為她這四個人 她等於加這個 等於四個人後面有靠 她再加一個風景的話 會更好 加分 所以鐵飯碗第二招 就是沙發要有靠 另外一半碗 林太太就是講 後面是走道 這樣沒有靠就不行 你就會一直這樣 沒有誰在偷你的鐵飯碗 座位被無靠 容易笨小人 也會有不安全感 所以好懸掛深水化 以增加靠山 有的飯碗 雖然說女生還是要靠自己 可是說實在 有時候還是會希望 老累的時候回家有一個 肩膀可以看 你知道嗎 我們講了那麼久的風水 其實很多集裡面 都有一些開運巧妙的方法 我們只是在這邊講 我們工作朋友 根本看不到實際的東西 其實這個房子 雖然你只辦了三個月 但是有很多巧妙的幾個 開運的改運方法 其實都贏在實際上 而且我跟你講 三個月是風水開始印證的時候 對 我跟他講 我們不能講這樣房子不好 要講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你要學起來 我們只要說 量壓到我們頭 壓到床 壓到什麼桌椅 對不對 我們有幾個方法 除了下面放古銅錢之外 或貼鏡子以外 我們曾經跟大家講過 如果用燈去照它的話 第一個它有提醒的過程 第二個 畫有為名 畫暗為名 這是非常加分的 這個實際的案例 一定要給我們觀眾朋友做建議 其次 天羅帝王 我們之前做過帝王很怕有缺腳 對不對 如果缺腳是要補 補關 大家聽不懂 來看一下 對 他們家做得很好的示範 因為其實你看他們家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它做的一個小玄關 很多人其實都會把它貼別的東西 可是你看它的紋路跟木皮 都是一模一樣 它有一種就是無階縫式的造型 佩安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就像這邊 你說它做得很好 是顏色都一樣 那假如是那種顏色 比如說它是白色的磁箱 然後這個是木頭色的話 有什麼不好 房子就缺腳 對啊 可是這樣分得比較清楚 這樣就屁股 你覺得你這樣頭腦 整個頭顱不見一半 這樣分得是不是更清楚 說得有道理 它說得非常正確 如果是天花板缺腳 就是這邊好像缺一塊的樣子 這個地 天羅地網 地缺一個腳 代表我們可能 剝腳 剝腳或小拇指 一個規定 這個情況就是 天羅不足 地網有缺 人中博的講求圓滿 缺的意思 有缺就要補 補了才會風灼 老師講過很多遍 你都有在聽嗎 橫梁貫穿門 就會形成傳形煞 容易會有血光 以及感到力不從心 而對抗涼煞 用燈照射 或是貼上鏡子 都可以掛解喔 另外 地網缺腳 會讓你的運勢坎坷崎嶇 工作不順利 最好像王立仁一樣 把地板補平 或是補上紅色系的地貼 才不會讓你的運勢大打折扣 而看完好風水之後 小鎮馬上又發現問題了 你說地上這樣子 可是你看上面 對 它這邊都很方正 可是到那一邊 就有一個腳 這樣也算缺腳 他故意要做一個 好像裝潢 對 這個叫做 裝潢的天花板有沒有 那種修飾有沒有 這就是典型的 我們所說的 反攻水 割腳水 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說的 像一把刀一樣 我真的聽過洗腳水 不是 誰攪水 不知道這個泛道風水嗎 這個第一個 我們中國人說 很多的水 是不是這樣彎過來 會 只要在這個彎過來的外圍 都是有煞氣 有這種的刀型的 叫做割腳水 反攻水的型 無論是在屋外 或居家 或天花板 或是房間 都是一種危機 那會怎樣 天花板代表長輩 代表長輩 父母不健的健全 或爸媽的健康 還兩把刀 都是這樣的一個危險 所以這個為了長輩著想 盡量不要用這種 有水的一個弧度的方式 但是我們盡量以這個 去形除煞的方式 又能夠修飾 又能夠進化空氣 適度的在那邊擺幾盆 黃金閣 少少的不能多 多相當鬼魅的 一點點綴的 讓它整個綠化 然後你把這個刀型做化解 其實非常佳 因為你上面還有點小空隙 你可以放 對 修飾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好 那它還有什麼 好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學的呢 你看那個 摩托風水 讓主持人也讚嘆不已 王立仁小姑獨處 竟是床位造成的 那你如果繼續睡在這個床上的話 你的飯永遠就是 他 這個 把這個 那麼 依舊有一個偷看的一個 化的空間 再怎麼樣 那它還有什麼 好的風水可以讓我們學的呢 你看那個 哇 怎麼了 怎麼了 這厲害耶 這個怎樣 我們時常在節目中 跟大家講有沒有 做一個小小的屏風 一個屏風就一個家庭 真的很重要 這屏風好看嗎 這屏風真的還不錯看 老實說 因為它薄薄的 然後也不佔空間 再來就是 它那種 如果有四五的感覺 對 那這邊是不是廚房 對 這邊是不是廁所 也是 所以廁所在這裡 原本是廁所 那麼是不是 真的 大家都了解 真的喔 所以吃飯不用看廁所 照火不會沖廁 非常的加分 酷耶 其實很簡單耶 你也不會覺得說 它把空間隔開 變得空間變得比較狹窄 對 也沒有那種感覺 對 這隔板是非常多 加分 對 睡起來 可是老師其實啊 我心裡面一直有個問題 我不好意思問 那像柴薇那塊 你已經幫我指示 我可以怎麼樣 我比較好 我其實很想知道桃花 我的桃花你也知道 有什麼好不好意思 因為你說女孩子自己 年紀不小了 女孩子自己會轉是一回事 已經教會我們 大家女生怎麼找鐵飯碗 可是當然我們自己 會轉是一回事 我們也希望能夠找到另外一半 給我們依靠她自己有鐵飯碗 鐵飯碗風水 三大祕跡馬上公開 第一個先把這個大祭劃解一下 我看過太多的房子了 平方沒有門 哪來男主人 在找男主人 也許家中的媽媽姐姐 也在找男主人 這個就是一個大祭 這不算開運 只是提醒而已 提醒大家 那請問一下 它這樣子的 比如說因為它從吧台這邊 就設計到這邊 然後到廚房 請問它的門要設在這 還是要設在這 當然是在這邊為原則 因為這裡算是一個餐廳了 對 這屬於客廳跟餐廳相容 沒有造成一個不好 這邊最好 門喔 那其次我們知道 愛情的鐵飯碗 一定跟這個後陽台 跟後代子孫有關 那我來看一下你的後陽台 你的冰箱 對 有點 門開過的 對 這個後陽台有沒有 除了帶雙蛇以外 我們說龍蛇混雜 牛鬼蛇神 在風水裡頭蛇煞是非常不好的 要做適度的修飾跟包裝 除此就是後陽台看出去 不要雜物橫生 至少在這個女兒牆之下 沒有關係 至上馬上不好 對 最重要的是 愛情的鐵飯碗 一定要在陰暗 這個沒有陰暗 很多他們的後陽台是陰暗 紅光的 一定要裝上一個我們所說的 避燈的方式 叫做小太陽 有啊 它有個燈 要藏開 要藏開 不要省 這再不會是壞了吧 開了喔 你看 你有兩個小太陽喔 那麼這就是我們說 用這個我們所說的 形煞 形煞 眼睛看到的黑暗不再有 那麼後代子孫的舞台就大而明亮 那你回歸到你剛剛講的第一個煞 這個要怎麼解決 對啊 這個要怎麼裝飾 其實我會建議有時候往上提 再做一個板子的修飾 其實我比較不好解 把它往上再旁邊 你至少要騎成白色的天花板一樣 去形煮煞 把它弄漂亮一點 對 了解 好啦 那後代子孫其實還算OK啦 OK的 所以這是愛情鐵飯碗的第一招 一定要記得 然後再來再來 第二招你也知道 生兒育女跟我們的器官是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器官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你照這個 我的器官很不好啊 器官很不好 喔 器官啊 誰要看你的器官 器官我們真的看不到 我已經感到器官了 你有沒有帶電視鏡蠟燙 沒有 所以愛情的順遂以外 包括我們說的 有這樣很好的互動生活 就用看它的廁所 廁所有不好 對 廁所如果擺設不好 或二臭連連 那麼沒有很好的器官 如何有我們所說的愛情鐵飯碗 那請問一下 她看她的廁所是要看 她自己握設的廁所 還是外面的廁所 還是兩個都要看 兩個都要看 外面的廁所代表她的男人的緣分 她本身的廁所 看她自己的狀況 那走 來 去看 後陽台代表後代子孫 而抽油煙機拐箭外露 容易引起慢性疾病 為了小孩的健康 一座妥善的包覆 以去刑除煞 她廁所在哪邊 來 請留步 三位美女請留步 好嗎 恐怖煞氣 讓張維忠不敢再往前走一步 張維忠賭上名譽 搶救愛情鐵飯碗 我要再出狠 她廁所在哪邊 來 請留步 三位美女請留步 好嗎 什麼 什麼 你們不要看到冰箱 我們兩個好現實 三位美女 什麼 是美女我們才會偷 有什麼事 張大師 這個冰箱就學問大了 除了我們說的愛情鐵飯碗 冰箱代表是財富 如果白色不好的話 也會影響到財運 這個冰箱 這個冰箱 對耶 兩個冰箱 兩個冰箱 又媽媽覺得我們需要兩個冰箱 很好啊 兩個冰箱會怎樣 那就表示有兩個財庫 那不是很好嗎 我知道 但是你這個冰箱 如果放在後門的前面的話 就阻礙到我們所說的通路通道 把它變成一個大石頭 影響到你的這一個門的進出 又回到一個 可是它也不能 它也不能說把它這樣子轉向 搬過來 因為轉向它就會對到罩了 對啊 所以我們 這邊 對 這裡也很好 這裡比這邊更好 對耶 也是可以 要做小小的搬動 其實也沒有水火蔥 那邊已經夠窄了 那邊是窄到通道 這邊是窄到 我們只是一個經過 煮飯很多方便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兩個冰箱 要有所割食的時候 其實要取一個重要的就可以了 要不然其實說 因為那個冰箱比較大 要不然你們就這兩個對調 這個移到這邊來就比較小 對 這也是有考慮 小的放中間這裡 大的移過來 那門 你剛剛說要做門 對 那冰箱到底要包括在裡面 還是外面 對啊 基本上冰箱 中國人就像米方一樣的 以放在廚房裡面為冰箱 為冰箱 不應該一半一半這樣 對 裡面都放米 放台庫 所以它就做一個鞋的門 不是 這個 對啊 基本上 像這裡做一個取捨都可以 應該就是一個冰箱 真的沒辦法 對 其實這個冰箱 就是什麼都解決 家裡面兩個人而已 你兩個人有缺乏到哪個冰箱嗎 每天啊 你約的時間跟我媽媽 你跟她聊一下 我不太敢 可是我們把這袋子寄給她就好 媽媽應該有她的想法跟堅持 媽媽有的是對的 媽媽沒關係你就留兩個冰箱好了 反正 因為女兒叫不出去 啊 沒關係 這時候你們可以吃飽啊 不是啊 這時候你們兩個冰箱 好啦 我去看廁所 欸 你們覺得成為很多小地方 可以看出 她超渴望愛情的嗎 有啊 你看 連霧 連霧開始 你知道水果是我媽媽好喜歡的 你看她這個 這是我畫的 好可愛 她喜歡草地上的奔跑 對 小公主 對啊 你看她連電鍋都是粉紅色的 她電鍋超可愛 你看她電鍋都是粉紅色 所以她整個一個人就是很粉紅 小杯蓋上面也是草莓 放水果的你看看蘋果上面 都是滿滿的愛心 有 上次我跟妳也有上過一個通告 她收集的東西就是草莓 你看一看這個像不像粉刺 這個真的不用收集 這很難清打 雷射比較快 對啊 連這個都有 這個是怎樣啊 還有毛就對了 真的 因為連這種小東西都是草莓 我覺得她就是反映出她心裡 她是住了一個小女孩 對 沒錯 然後想要渴望愛情 這個房子有很大的特色 每一個房間的牆壁顏色不太一樣 對 你看這個餐廳也是這個黃色 是你自己吸的 對 我覺得每一個地方要有不一樣的感覺 很有牆壁 所以我們現在研分一個叫做居家風水跟本命生肖風水 我們現在把居家風水放第一 所以說 所以說 土房 用紅色的壁紙 或是牆壁的顏色 或是火火相生 加分 叫居家風水 當然綠色也可以 火木相生 是加分 居家風水 第二個 我們說廁所是不是水 對 那麼 藍紫黑是屬水 我們在廁所的瓷磚 壁磚 做黑色紫色藍色選擇是水水相生 其次 客廳 用白色 是加分 或是米色的 因為白色屬金 客廳就是一個賺錢最重要的地方 是 金金相生 其次就是我們說的 這是一個餐廳 餐廳用米色 米色為大地的顏色 都不衝突 所以這個餐廳用黃色的米色的 都是加分的 哇 是你選對的顏色 而且重點是 而且重點是 廁所 客廳 廚房 餐廳 是公共用的區域 所以要用居家風水的色系為主 對 針對每一個房間 你的房間 他的房間 我的房間 你的房間 要以生效的色系來考慮 你什麼生效 我的廚房 你的房間 應該不會是粉紅色的吧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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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都是粉紅色 什麼都粉紅色的 是粉紅色啊 然後你屬龍 你房間是粉紅色的 不應該吧 你叫那個龍有多久啊 老師 OK嗎老師 老師不行喔 你看連老師的臉頰都變粉紅色 所以應該要切綠色了 我們去看一下 究竟臥房的顏色 和風水好壞 有直接的關係嗎 一行人馬上進入粉紅色的臥房 一探究竟了 沒有男人員的臥房 問題就在哪兒 過了耶 怎麼過了 妳是打翻草莓來襲的是不是 真的 而且妳坐在這裡面不會笑嗎 不會 我覺得很舒服啊 全 妳知道 一個人關在粉紅色的那個房間裡面 關久了會笑 不會 我今天好像就在棉花糖裡面了 好小 棉花糖 好膩喔 怎麼會這樣啊 對啊 醫生總要一次嘛 想說以後就沒有辦法啦 為什麼 假如真的嫁出去的話 我怎麼不可能 起房間七成粉紅色會被笑 假如 嫁得出 假如 時光高流 妳還會七成粉紅色嗎 假的好氣憐喔 好啦 好好把握妳住在粉紅色空間裡 真的 怎麼可能嫁得出去呢 妳也褲子都穿粉紅色的 妳怎麼這樣子直接潑人家冷水啊 老師 想過多少遍了 講話要修飾一下 那妳們 妳們跟我在一起研究 風水這麼久了 妳認為這個床的位置對嗎 對啊 所以我剛剛跟妳講 那要修飾一下 妳至少用一下諺語 叫做 去吃黑大彎 對啊 我覺得妳如果繼續睡在這個床上的話 妳的伴永遠就是 她 而且會越癢 越多 吃 妳看看啊 妳看看這個房間 什麼都粉 都好色 其實很粉色 其實很浪漫沒有錯 但是妳知道太多了 Lisa 那妳怎麼會把妳有沒有要切成粉紅色的 她是老王 她是活這個龍熊 她如果要把她切成粉紅色 她為什麼不想玩皮包就好 有關皮包怎麼要去哪裡買 我在 我真的覺得 對啊 基本上她的色系是前輩 如果是屬牛 屬羊 妳剛剛為什麼在抓 對啊 牛 牛 牛 那龍 她屬龍啊 羊跟牛 龍跟狗 我們稱為屬土系的生肖 基本上用五色黃色橘色是最適當的 如果她用紅色的話 叫做火來燒飯物才生土 也沒有沖到 那很多的這個 觀眾朋友的臥石 如果妳要有特別家運的話 如果妳是屬 蛇 或屬馬 它本身是屬火系的生肖 那麼用紅色粉紅色 或是點暗紅來點綴 是加分的個人生肖風水 如果妳是屬這個 豬跟老鼠的 在生肖風水頭 我講生肖風水頭 在臥室裡頭 用藍色紫色黑色的圖騰 壁紙 也是增加自己財運愛情的方法 如果妳是屬老虎 跟這個屬兔的 是屬於木系的生肖 在個人生肖風水頭 用綠色淺綠淡淡的綠 或橫栽或木系頭 木頭的加分 都是加分的 再來我們簡言之 是屬頭跟屬金 但生肖的頭是屬金 那麼就用白色的 為主要的討論 所以它的顏色沒有錯 但是它錯了不見那個地方 妳看 對 有點誇張 為什麼我們最近看到都這樣 然後都單身 而且節目都看得不夠徹底 遇到廣告可能就轉台了 好不好 就跟你講說真的 左青龍右白虎 要左右逢圓 要遇待還妖 已經講了一百次了 還是一大堆理由 所以莉莎為什麼要把 妳明明那個房間的空間這麼大 妳為什麼硬要把床就是靠牆壁 妳這空間看起來大 就是因為床靠牆 把床搬出來就會很小 妳中間就沒有這邊這樣子 沒錯了 妳這邊要幹嘛 要跳舞嗎 妳其實移出來點 妳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床頭櫃 這個床頭櫃移過去那邊 妳那邊有個小走道 妳這個空間不會變更小 對啊 床頭櫃移過去那個移過來 就第一考量 但這邊會顯得比較窄 我常說服她 或許把這個床移過來之後 把這個兩個移過去靠牆壁 那麼依舊有一個空洞的一個 轉圍的空間 第三 就是把這個衣櫃 加上這個五斗櫃 通通移過去 那個床再移過來 把這個床頭櫃 這個我們的書櫥 往這裡放 這都是有A B C 三種不同的選擇 再怎麼樣 也比這個龍鞭壯 沒有男人緣要好太多 沒錯 你再繼續這樣舒服地睡下去 真的只有貓陪你睡 床位龍鞭壯 會沒有男人緣 其實只要把櫃子移一下 讓床位居中 王立仁就不會形單硬質 然後我們說 所以我就是覺得說 這個還不錯 你看一下 觀眾朋友很想念 佳老師被關掉的感覺 這樣還是看得到你 這樣子跟她說 嗨 這個海情的風水 好啦 所以她也很誇張 你連浴室都粉紅色的 而且浴蓮也是粉紅色的 你看她連瓷磚都粉紅色的 對啊 粉紅的很徹底 所以我們說後陽台 有時候陰暗無光 叫做形煞 那廁所常常會發的毛病 就是胃煞 所以廁所裡頭 盡量要有芳香的燻香 或花香 或是那種一個芳香器之類的 把這個味道的煞氣化解 那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愛情的鐵飯碗的招式第二 給你聞啊 因為我比賽問不到 老實說我現在有一點比賽 她的房間的芳香還OK嗎 可是我沒有放芳香劑耶 所以應該沒有那麼OK 其實沒有味道耶 對 還是因為你也比賽 我覺得還好耶 可是她真的沒有味道 但她也沒有特別很做錯的 就是灑很沒什麼香氣 噴什麼香水 我們今天說是鐵飯碗 不是金飯碗 就是保有愛情基本的元素 就是廁所不要臭 就好了 就好了 但如果說她廁所很香很香 香得不得了 這種的話 會招來很多的好桃花嗎 至少我們說 我爛頭喔 我中國人喜歡花香 那個不減分 那討人喜歡 賞心悅目 而且香氣逼人 是大家想接近的 所以廁所裡面只有芳香就好 那格局沒有差嗎 這個格局並沒有衝到 進房間側沒有 側沒有衝床其實還OK 好啦 這是在房間裡面的 對 那我們要看男主人的 但是呢 在看之前 你們看 對 你剛剛講到那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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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更大的你看 就是這一個怎麼樣 有沒有看到 你穿出去 其實是本來穿到門外面的 但是它外面是蓋起來的 我們剛剛整理過它三個優勢對不對 這是第四個優勢 很多人聽了半天 老師 穿心上什麼 優勢 剛剛我們之前講的三個優勢 對啊 一個是地 對 對網的問題 然後再來 一個是涼的問題 一個是皮膚的問題 這個是穿心上 化學的最好的一個方法 它化掉了 因為它整個做天花板 對 把它整個涼包都包住了 我們家裡有穿心上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就很好 就沒有穿心上了 否則一見穿心 還有 口舌是非多 原本穿過房門的橫樑 運用巧妙的裝潢 化解了穿心上 除了把雀腳補齊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橫樑下緣 掛武帝前 或是葫蘆來化解 對 老師 就像是你剛剛還說 愛情鐵飯碗還有第三招 對啊 第三招是什麼 我來看一下幾片 你還記得 我能說 我們把後陽台的 行煞 陰暗化解了 對 把這個廁所的 這個我們說的衛煞也化解了 其次最可怕的無形的殺手 什麼 最可怕無形的殺手 風水殺手就是 陰暗化解了 我們把後陽台的 行煞 陰暗化解了 對 把這個廁所的 這個我們說的衛煞也化解了 對 其次最可怕的無形的殺手 什麼 最可怕無形的殺手 風水殺手就是 陰暗 它這邊很安靜 它現在還好 因為它在馬路邊 因為你坐在這邊 外面就是車子 它真的是一個大馬路 對 所以其實如果窗戶沒有關好的話 應該會滿長 對 有大聲 應該這樣講好不好 馬路旁邊都是這樣 我跟你講說 不可能每一個人居家的 或是跟它一樣安靜 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這種的噪音 不舒服的鬼風收縮的聲音 也會影響到愛情 那怎麼辦 這是我聽的 我們知道 很多小朋友聽到音樂 就批得特別容易出睡了 對 很多心理有障礙的人 聽到一些佛經 也會安定下來 所以要放佛經 不是 所以要放小孩 因為它本身來說 它本身是追求愛情 放一個自己喜歡的愛情的音樂 浪漫的音樂 放鬆自己 放鬆自己 幻想自己的愛情 那麼那個愛情的容貌 愛情的笑容 愛情的語言 愛情的服裝 就全部都會釋放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愛情鐵範文第三招 就是要在家裡放一些浪漫的音樂 然後幻想自己有戀情 對 但除此之外 我要再出狠招了 還有狠 狠招是什麼 這個 這啥 你是說 筷子 拿筷子 說出門要再免洗筷 不是 筷子綁紅線 然後祈求香香 對對萬年不貴嗎 這個學問大了 還是丟在路上給人家撿 不是 這個筷子很重要 一定要跟這個 生產過後的婦女 要三雙筷子 在作業當中的 生產過後的婦女 要三雙筷子 我們有沒有聽過 結婚的時候丟那個捧花 對 丟給她 下一個人就很快會結婚 不是拿好運棉就好了 這個就有學問了 所以他們現在是要在 坐月子當中 跟她叫三雙筷子 這三雙筷子拿到之後 綁上紅線 到廟裡面的天爐 去過火三圈 那綁紅線要綁幾圈 通常是以這個 我們說的二十一圈為結婚 OK 二十一圈 我要打十節 活節 絕對不能打十節 活絡的意思 有進有出的意思 好 到天公如轉三圈之後 這個就是富有能量的筷子 叫做筷早日生子的意思 那麼會幫助女性 有這個除了很好的 那方面生活之外 也能夠找得櫃子 可是她會不會這樣沒有對象 然後就只有 只有小孩 這個就要先賭一把了 好不好 真的假的 怎麼真的要先賭一把 不是 現在先有後婚的人很多 然後有時候 要未婚生子什麼的 那也滿麻煩的 當她已經在這個友情愛情 受到阻礙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跳躍對球親戚 那如果說現在我已經是 結了婚很穩定 我想要生小孩 這樣子 就是快點生孩子 對 就是筷子 然後掛在三個地方 一個就是我們說的 哪裡 扣兩台 二掛在我們所說的 廁所 三 所以她等一下 廁所是掛我們自己房間的廁所 還是外面的廁所 她自己的廁所 自己的廁所 第三個掛在我們所說的 她的臥室裡面 什麼角落都可以嗎 以這個明顯處為原則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這樣 叫快快生子 早日生子的意思 明顯處那你就 那個啊 房間正中間 或者是譬如說書中台上面 你每天在化妝室 對 妳就看到她 她本身不是煞物 她是吉祥物 對 所以進房見極 當然是好事啊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事 所以這招學起來 但是就是要去跟這個 生完小孩的人 在月子的時候 就要去拿這個筷子 三雙筷子 然後綁21圈的 火結紅線 然後拿去天爐繞三圈 好 我們來吊在三個地方 這一個就是自己臥室 後來 然後廁所 然後廁所 好 學起來了 好啦 交給你啦 這個是我做的 不是這個沒有 有嗎 剛剛是有啦 真的假的啦 你朋友好多喔 你老婆又生了喔 這個喔 有在 你開OK喔 我在廁所中心 有認識很多故事 謝謝老師 老師 謝謝你的筷子 現在我有一些好姐妹啊 基本上他們就是跟我說 要求好的桃花的話 要帶粉金和紅線 可是我比較不大確定 是像比如說 紅線的話我需要帶多久 才有用 通常粉金喔 代表圓滿 代表一種磁場 一種能量 把它放在自己的臥室 當然會增加桃花 有一種能量是絕對價分的 當然粉金有大有小 然後價錢不一 那每個人只要放在床頭即可 那麼增加這種能量是 沒有辦法去增加 另外有一種是戴在手上的也OK 他其實戴在手上 除了提升自己的桃花以外 他其實有暗示的作用 就是來追我吧 就是你在路上看到有戴粉金 就知道他缺男朋友 有換愛情 或是說你對你朋友戴粉金 代表他希望你疼他的意思 那止水晶是不是也算 止水晶代表 我們話說求錢財 求事業 那紅線呢 紅線很多人戴紅線 紅線就分 一種是分為虎色線 五種顏色 也分為紅線 中國人說紅為陽 黑為陰 這個人如果很陽光 或陽氣很旺 當然不需要紅線 那這個人因為體溝多病 比較沒有朝氣 有時候會物以類聚 就形成一些比較不好的 跟它聚集在一起 紅線除了避邪以外 還具有增加能量 跟陽氣的提升 但是有些人戴一戴 它會自動斷掉 對 因為它就代表你獄警 就像很多人戴獄卓 突然跌倒了 再告訴你獄警 你有危機了 所以它幫你殺掉一些危機 對 就像我們家燈壞掉了 眼睛要注意 那個電話壞了 耳朵要注意 很多名聲壞了 也要代表你的注意 獄警 包括我們臉上 這邊長痘子 這邊長痘子都在獄警 這裡長痘子 代表遇到壞朋友 這邊長痘子 代表跟父母反目 這邊長痘子 代表小孩會身體不好 下巴長痘子 應該是命是要被換掉 不是 冒三顆 我跟你講 就是小孩子身體要注意 小孩子身體要注意 因為這個下巴 代表後代指示 真的假的 沒有小孩子長的話 沒有小孩子長的話 真的假的 你自己問的 你沒有男朋友 你心想不滿孩子的美滿 對啊 其實痘子 不可能自己創造 它在預警一些事情 你臉上都沒痘好 好順喔 對啊 你也好滿足 信心我也好滿足 幸福 幸福喔 不是 我正好最近沒有 今天還是很多 你痘痘好多喔 那如果肚子長在背上呢 那肚子長在背上是不是 對 臉是半小人 半小人 就是背後帶刀 背後喔 對 那可以把它擠掉嗎 一定要把它做一個進化消除 希望它早日康復 不要擠 當長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我真的遇到過這種事情 鼻子長 玩股票就賠 眉毛長 就犯小人 非常地準 那結地人的條件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它如果小改變你一下 才為啊部分 鐵飯碗的部分也幫你找到了 然後呢 這個桃花的部分 你送給你這個 這應該叫什麼 好運 叫做 早生櫃子 對 早生櫃子 然後趕快把它擺一擺 擺一擺之後 希望你們桃花趕快開 好 謝謝 好嗎 各方面都很整理 謝謝 兩年內一定有喜事法 唉唷 大仔欲言 兩年後再重播這段 我對我說的話負責任 為什麼要重播 你今天一直說兩年後 我們停不停 不是啦 希望每次都能夠出現我這樣子 好不好 真的啦 如果那個有好的對象 你要把握機會對不對 對 然後記得鐵子一定要炸給詹老師 詹老師 我準備好了 好不好 好